晴天、雨天、快乐、悲痛 这一秒你富有 下一秒可能是贫穷 你怕失去啊 还是你会珍惜呢? 我不怕失去啊 因为我懂得珍惜 我唯一最怕的就是失去健康 只要有健康 你的生命就更加生命 每个人的生命 各自各精彩 很值得我们为自己珍惜 为身边的人珍惜 每个人都爱惜他们的家人 我亦不是爱 能够照顾他们之余 怎样令到他们更加健康 这样才是最重要 健康真的是很重要 一直以来除了运动和休息之外 我都很注重食物 所以对我来说 好健品不少得 我和预约堂的感情 就在不知不觉中 很自然地培养了出来 只要用心 凡事都做得到 做得好 自从做了预约堂健康大使之后 能够将好东西介绍给有需要的人 我觉得很有舍命感 维系一段关系 要同心 亦要真心 我可以说是看着预约堂长大 陪着他们一次又一次 去到最高的层次 这么多年来 我真的见证着预约堂 他们在很多方面所做的事 都很有责任感 很有承担 人生各自精彩 高低起伏 当中一定有很多东西 值得我们去珍惜 永远在身边 支持你 珍惜你 才是真正的朋友 不要等错过了 只去珍惜 多些珍惜 多些幸福 将活着的每一日 看作生命的最后一日 你就会明白 珍惜的真体 预约堂 祝愿天下父母 身体健康